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收看童话故事会 如果世界上有绝对的公平可言,那就是我们最终都会死去 今天小编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想死的老爷爷的故事 老爷爷已经年龄很大了,而且时不时还有些小病痛折磨着他 他每天出了无聊的待在病房里看电视,就是胡思乱想 自己怎么样才能迅速的死去 果然,有一天他看到死神从自己的门前经过 于是老爷爷兴奋地追了上去 他拦死死神明确告诉他自己很想死,让死神把自己带走 然而死神却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他 要知道万物皆有定数,你死也要走程序的呀 老爷爷十分懊恼,他爬下来拉住死神的腿 一心想要快点结束自己的生命 甚至他还把死神的镰刀给抢走了 对此死神也是扶着鹅表示很无奈呀 就在死神翻看自己的死亡笔记时 老爷爷突然看到了一位新来的美女护士 护士微笑着对他打了个招呼 老爷爷突然就心胸澎湃了起来 但突然他就倒下了 等他再站起来时,已经是一个鬼魂了 原来这一次死神真的带走了他 而他只是死于激动过度 看着老爷爷沮丧的神情 死神再一次表示很无奈 果然,人心才是最难看透的东西呀 俗话常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有些人总以为自己看透了红尘 却不知道其实自己的七行六欲依然存在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